恶魔之子八仔一番常态的为校长制作甜点 马迹感慨儿子果然是长大了 不过这桌子上的狗粮是这么回事 史金娜是春天小学的校长 二十年来兢兢业业 柜子上不能有尘土 钟表要一秒不差 垃圾桶的摆放要精确到毫米 严格的管理风格让都学都压力山大 她偷偷摸摸的来到了教师休息室 通知大家为校长举办二十周年的惊喜派对 杂工威力表示 她也在这个学校工作了二十年 惊喜派对的消息瞬间传开 全校的师生都瞒着校长偷偷的筹备 八仔在这样的情况下主动请英制作茶点 这个世界上有谁能拒绝狗粮呢 校长史金娜在学校的时候格外严格 可回到了控制欲极强的妈妈面前 瞬间化身为妈宝 这样的性格导致她多年来都没能结婚 眼前的清洗让史金娜很感动 成为学校校长是她的梦想 这二十年来的经历让她骄傲 就在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位军人 并自称她才是真正的史金娜 台上的这个男人是冒牌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眼见东窗事发 校长不得不坦白 面前的这个男人才是真正的史金娜 真假史金娜 这到底怎么回事 假史金娜的思绪回到了二十六年前 她原本是混迹街头的混混 按照正常情况 早晚都会被关进监狱里 可是这天命运的指轮开始转动 法官要求她在坐牢和当兵之间进行选择 年少无知的小混混选择了当兵 她此时并不知道战争已经爆发 于是鸡里糊涂的被送到了越南 哭上战场并没能意识到战争的残酷 好在一位忠士及时将她救下 这位忠士名叫史金娜 出生于一个叫做春田镇的地方 她的梦想是成为小学的校长 曾经的小混混被她的梦想所感染 两人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接下了友谊 在一次任务当中 史金娜被一枚炮弹击作 小混混将史金娜牺牲的消息送回了春田镇 和老人在开门后突然唤起了史金娜的名字 小混混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不知道怎么将这个悲惨的消息告诉眼前的老人 在一盘纠结后 她决定将错就错 承认自己就是史金娜 从这天开始 她将史金娜的梦想当做了自己的梦想 最终成为了春田小学的校长 曾史金娜得知经过后很感动 其实她当年并没有死 而是被俘虏后送到了中国 然后在武汉的一家血汗工厂里当奴隶 最近才被释放回国 这里又是日常黑中国的桥段 老人对现在的情况很愤怒 一边是骗子 一边是陌生人 他才没有这样的儿子 贾史金娜对现在的情况很了解 这时候千万不要忤逆她 校长是贾史金娜的消息传遍全镇 这给她带来了很多麻烦 在工作中批评学生 总会被反过来指责 是她立生不正 生活中则会被视为陌生人 她只是改了一个名字 为什么大家变得都好像不认识她了 生活和工作的改变 让她难以适应 贾史金娜决定 彻底和过去的二十多年告别 她会辞去校长的职务 然后离开春田镇 贾史金娜告别了二十多年的妈妈 告别了相处多年的恋人 以后不会再和史金娜这个名字有任何联系 她的人生本来就是那个无恶不作的小混混 二十多年时过境迁 曾经纵横的街道早已破败 无奈只能去酒吧找份工作 念着稿子上全是挑逗的字眼 这样的变化让她多少有点不适应 这么多年的贾系真作 她已经习惯了史金娜校长的生活 另一边 真正的史金娜成为了新的校长 第一天上任就进行爱国教育 然而二十多年的美国社会风险 早已发生了变化 同样感受到不适应的 还有史金娜的妈妈 原来的假儿子对她是言听计错 现在的这个真儿子竟然敢顶嘴 真是岂有此理 心中愤愤的老人 决定将假儿子找回来 然而此时的假史金娜 早已变回了小混混 这个凌乱的房间是她的家 这是她喝的酒 这是她看的颜色杂志 她现在就是一个人渣 老人看到这一幕很生气 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六年 你当儿子的时间 比那个真儿子的时间还长 他们现在已经是真正的母子了 现在别废话 马上下楼上车 侯莫一行人 将假史金娜重新接回了春天镇 她虽然使用了假的身份 但是你们真的在乎吗 真的史金娜看到众人的神情很生气 她才是真正的史金娜 你们不能因为喜欢别人 就叫我消失吧 我是为了你们而战斗的 难道就不能得到一点尊严吗 众人一听都很纠结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就在这时侯莫站了出来 她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在真史金娜被送走后 法官宣布 将史金娜这个名字 授予曾经的小混混 以后春天镇只有她一个史金娜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